这个妹子为什么这么好笑啊 哇好厉害啊 一天的收入啊 哇一天赚了这么多啊 你要拍照 你好多钱 现在我们一起一起去宵夜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的盲街啊 发现盲街这个地方人非常非常少 静音音的 现在我来到了 这里应该是唯一的一家酒吧 前面 疫情之前来这里还是挺热闹的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人少了这么多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没来啊 这酒吧门口还有几多美女 有点想进去看一下 那不知道怎么玩呢 在这里站了一下看到 好多美女啊 很多越南美女过来这里玩 这家酒吧应该是当地最最最好的酒吧 这里来了两位美女啊 这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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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很多精神小火 门口这里还有很多精神小火 现在我准备跟着这些 情街南小火进行看一下 这个酒吧 怎样 要占的 300万那种 3百万 300万 300万啊 占的 这些酒吧 我们在酒吧门口站了一会 看到好多美女进去了 我们也充满了好奇 进去看了一下 一进去就发现酒吧里面非常热闹 里面人非常多 我问了一下前台的服务员 这里的消费价格 这家酒吧的最低消费闪台是300万越南盾 卡座是800万 由于我们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只要了一张闪台 服务员非常热情地带我们去到了桌子上 我们点的300万套餐 包括有一个水烟壶 一个果盘和24瓶啤酒 这个价格在越南真的不算便宜 但是东西还是挺多的 我们两个人肯定喝不完24瓶啤酒 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在这里认识几个妹子 叫他们一起来喝了 在越南酒吧认识妹子还是挺容易的 这个酒吧的装修看着挺新的 但是有点过时了 在越南也算是不错了 这里还配有舞台给消费者跳舞 在我们老家配舞台给客人跳舞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国内已经很少有酒吧配有舞台给客人跳舞 我发现越南这边的人很喜欢跳舞 现在舞台上有很多美女帅哥 他们玩得特别开心 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气氛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也像他们一样玩得这么疯 不过现在我不敢生气了 总感觉有点尴尬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跳不动了 还是可能是我没有扣上脑吧 刚刚忘了说 这个服务员也是包括在这个套餐之内 不得不说这里的服务真的特别特别好 他看到我喜欢吃妖狗就主动帮我们剥皮 在我们喝酒的时候 他还会主动倒酒 时不时就站在旁边关注有什么需要的 更令人惊喜的是 他们还会拿着热毛巾帮我们擦脸 这样的服务在中国真的很少见 我必须承认这家酒吧的服务 让我非常惊喜 这三百万月难度能享受到这种服务 真的是非常值得 这么好的服务态度 即使贵了一点也不会让我感到吃亏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 虽然这里服务很好 服务员时不时也会陪我们喝两杯 但是我们真的喝不动了 我和朋友两个人后呢有一个小时左右 还剩下很多酒可能是因为没有美女陪伴吧 今天晚上特别意外 我们在这里没有搭讪到妹仔 其实我们今天晚上进来的时候看到好多美女在这里玩 所以才决定来这里 谁知道后来才发现这些美女基本上都是在这里上班陪酒的 最后我们就点了两个陪酒的妹仔陪我们一起玩 他们每个人是五十万一个小时 虽然长得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也还过得去吧 有了妹仔之后我们就疯狂喝酒 他们还拉着我们去舞台跳舞 他们非常会玩把现场带的开起来了 了了他们之后啊 瞬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刚开始我们都是后一下就发贷无精打采 在这里看着别人玩 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可以点妹仔陪喝酒的 怪不得别人都要没你陪着 就我们两个在喝闷酒 怪不得我们一进门就发现有几个穿着非常性感的妹仔坐在那里 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 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美好的习惯 后来我兄弟觉得不够热闹 要多请了一个美女 人多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把酒全部给喝完了 时间已经差不多是一点了 期间我们还认识了几个中国来的老公 约好了一下去吃宵夜 最后我们加了这几个美女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就准备买单找人了 本来还想约他们去吃宵夜 谁知道他们还要继续在这里上班 我们看过账单之后其实是有点惊讶的 一共花了有八百多万越南盾 两千多块人民币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贵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玩的挺开心 价格之所以这么多 是因为后来我们还拿了一瓶洋酒 加上这些妹仔的小费 感觉有点小贵吧 各位兄弟觉得贵不贵可以评论一下 现在去吃宵夜了 这两个是夜南妹子也是刚认识的 现在我们一起去吃宵夜 这个夜南妹子也是我们带来的 刚从酒吧认识的 现在来这里吃一下宵夜了 这个妹子为什么这么好笑啊 我好厉害啊 一天的收入啊 一天赚了这么多啊 没有 你要快帐 你好多钱 哈哈哈 好了你不跟我回去吗 他不是不行吗 乖乖乖乖